祢是教会荣耀 教会是祢身体 不愿意见地丰满 全都注定一面 是祢万世之稍微 凡事得作长弦 以理解世事万有 全都与神和好 好将我们乘生 生结合神所谣 神之所示现在你 亦是神的奥秘 这几次回忆之心 全都注注于你 你是荣耀的盼望 先进出我的面 在你我们陪生 世神义足心 全都注于你 并且全都是一门 唯有的是世纪 我们在你 亦是神的奥秘 赛访你的天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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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我们生命 将来从天空调遇 请向你的风筝 在你身体心热地 亦是一切一切 好多环游的基督 我们可以一手起立场的一切 祝你是生命爱子 心生同样心象 你是幸福与永恒 我们都能分享 你是从这之中 万有药体的内藏 万有药体的内藏 万有药体的身上 万有药体人 万有药体而离 一时从此守世 一切愿是师弟 一世常会荣耀 常会是你身体 不愿一切的方案 全都出你灵灭 是你还是聚首位 凡事得着长线 一切识许万有 借口余生不好 好将我们春仙 春仙和神所谣 一切愿是天才有 一切愿是天才有 一切愿是神仙 一切愿是审人 一切愿是一切愿是宿人 一切愿是万一 一切愿是宿人 一切愿是皇帝 一切切都是一分,唯有的是世纪。 我们在你的圣根,现在准备天理。 享受所有的丰富,成为你的佛门。 主的身体持守地,长大因神正殿。 我们,我们的藏身内,已是我们圣灵。 将来,我们也荣耀你,迎向你的风尘。 在你身体新人里,你是一切一切。 我若万有的基督,你和丰富超越。 在你身体里,心人里,你和丰富超越。 大美族,是包罗万有的一位。 大美族,是包罗万有的一位。 是丰富的。 尊上我們寫下 信心在我們裏面 主在妹妹是榮耀的盼望 你住在我裏面 希望你給我們備陳詞 尊上 祕族C滿 主在 你是榮耀的盼望 大梅族 你是榮耀的盼望 任何大梅族 尊上我們 我們在你裏面 被陳成全 聖義族C滿 主在聖經地歷後 經常在庭祈中 集了足以這裡 我們被陳全 全契上伸 帝神的祕族C滿 大ні branch and run E. E. Easte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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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千祈,千祈,千祈. 千祈,千祈,千祈,千祈. 万有的西都,千祈,千祈 祢和風不超越,千祈 与千祈都置一ried 千祈 一、二、四十祭 千祈 為你一生聖 千祈 當真被建立 千祈 那我們再唱五六節 阿妹 請生命如今分享等下就可以上來預備 阿妹 一切全都是遗憾 为了你继续心静 我们在你的身边 现在尊卫天里 享受所有的风促 成为你的风促 坐在身边 取舍你 长大一身增添 我们同地藏身 你是我们生命 将来从此荣耀里 请享你的风促 在你身边 新人里 你是一切一切 我都环游地基督 你和风促超越 我是民科大的刘基安弟兄 分享《生命读经》第45篇 神言的主题是文化与基督相对 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说 在此并没有新人和犹太人 受割离的和未受割离的 花外人 西谷提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一切 又大一切之内 文化对于我们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不能被文化捆绑住 文化可以造就一个人 文化也可以猜毁一个人 包罗万有基督的异象 我们已经看见了 但我们今天有看见基督是这位延长无限的一位吗 我们是活在文化中 还是活在基督里呢 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文化 而是文化不该顶替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地位 神永远经人的目的 是将我们做得与祂必向必消 要浸透并泡透我们这个人 使我们这个人成为神的彰显 但是文化今天所做的事 也要浸透我们 祂所做的事 也要霸占我们 赞美神的救恩 要将我们从文化中拯救出来 自从上次出了车祸之后 我就告诉自己 在骑车的时尚不可以这么快 其实这就是一个自定的文化 果然我还是失败了 人家快我就跟着快 但是每次当我想骑快的时候 我就会不自觉的大声呼求主名 我就会不自觉的开始唱诗歌 当我一开始操练灵的时候 我的速度就变慢了 我里面就满了平安 我里面就满了喜乐 我里面就满了喜乐 这是黄黑人姐妹 黄魔佐第十十八篇接受基督 自己总说到虽然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 但我们并不是起初一次永远地接受他而已 反之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接受他直到永远 这样持续不断地接受他 带我们的经历总是一次接受一点的基督 然后这里我很宝贝 我们总是一点一点的享受主 就像美食其实也需要细细地品尝一样 然后就会觉得他真的很美味 然后想分享一点的经历 在走场的时候跟一个青少年玩聊 我们就谈谈近况 他跟我说他最近队组好像没有什么享受 跟他国三的时候 那时候的属于情形差很遠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我最近队组好像也没有做了深刻的经历 但就是一些小小的事还是会觉得很感谢主 例如就是我们虽然期中考预备会很累 但是还是会强迫自己去祷告聚会 虽然不是聚完会就是活力满点 但觉得在结束聚会后里面还是重组得着一点的滋养和供应 这些小事就让我觉得很感谢主 然后我们就这样彼此的分享那些小小队组的感谢 也发现其实主一直一点一点的供应我们 然后最后我们还是一起为我们能够在生活中 更多队组的爱来吸引祷告 那这一开始我们都觉得队组好像没有什么享受 就代表真的很需要再跟主有祷告 然后也求主说我们真是在任何的大事小事上 都操练我们的灵眼 使我们更多的向祂抢祂 以祂有亲密的交通 让祂一点一点的分支到我们里面 阿们 我是中区的周一君子妹 想要分享我们借着基督 在基督里生跟在祂里面行事为人 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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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也會覺得說生活中不能沒有音樂 所以我做很多事情時都會聽音樂 我可能在做事啊在讀書甚至在睡覺前 我都會想聽一些純音樂這樣 也認為聽音樂會讓我比較專心持久 但是誰對照會生活後來大學恢復照會生活更穩定之後 就發現那時候還是會聽音樂 但是偶爾時就會聽著聽著就會覺得很忙 因為就覺得聽來聽去新歌好像都沒有一些新話一樣 沒有一個特別適應我的 然後也有在經歷山就發現當自己對主享受特別多事 就意外發現那段時間好像就沒有那麼慘聽流行音樂 反而是聽詩歌比較多 反而就很經歷 對就是上那時候我在音樂這個文化裡已經深更很久 那就練著在帝都裡精深更聊 且接著慢慢在吸收他的豐富 還要在我裡面自然而然的叫我在他裡面行事為人 一定替我自己的文化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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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们平安喜乐 我是中区的吴君凯弟兄 这里拜哥罗西书生命读经 和摩族第45篇提到 包罗万有之基督延长无限的喜事 主要信息里面提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乃是一位包罗万有且延长无限的神 并且也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 但是在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又是我们的美帝 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想说这位包罗万有延长无限的神 这些最近凭着其中考的缘故 就非常经历我是非常软弱的 真的是一无所事 一无所什么都不是 主啊你是这包罗万有的 这我们是能够来接收你 并且这延长无限的基督 乃是和文化相对 甚至被文化顶替了 使我们失去了神 因此我们需要操练 让这位延长无限的基督 顶替了我们自己的文化 使我们只在意包罗万有的基督 忘断以及于耶稣 不且照他活着 而不照文化而活 最终基督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而这一切的秘诀 乃是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努力 信息里面有提到 若我们想要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 来忘掉我们自己的文化 那就形成了一种反文化 那我们乃是要简单的来到主的面前祷告说 主啊主耶稣 从现在起我不接受别的 只接受你做我的目标和目的 使我们至终活他并爱他 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所说 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使基督成为我的文化 我的目标 我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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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那各位朋友們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意思是把別人接受基督 阿們,那我要分享的意思是把別人接受基督 阿們,那我要分享的意思是把別人接受基督 就在他裡面,形式為人,這兩次經典要看見,在基督裡,形式為人才是基於接受基督的 他在以下說到,如果基督不認為接受基督就是相信他,但只有基督並不這麼簡單 我們要明瞭什麼是正確真實充分的接受基督,就需要認識我們所接受的基督 他在這個信息的中後患就有說到,基督是神的奧秘 他也有一個願望,說到基督教的,他有一個禁止說他要合作一般國的人 跟他傳體的當前,那對人要合作一般人呢 就在人裡面造一個器官,叫做靈,造一個接受器,叫做靈 所以我們能夠把主耶穌接受到我們人的裡面 那他大概也經過了一個過程,經過了一段的過程 他先成為肉體並實際下,之後並復活成為這個赤生命的靈 所以我們能夠把主接受到我們人的裡面 最後有一個,在最後面就說到,我們該接著祷告和操練的靈來接受這位族 我們這個,該說到我們操練靈的唯一的路是祷告 在我們,祷告中操練的靈時,我們目標是來接受主 不是為了人事務降臨祷告 當我們接受主時,他就會把我們,他就會讓我們有負擔為人祷告 所以讓我們帶著先為人事務降臨祷祷告的心來為主,來和祷祷告 當我們帶著這樣的心來為祷祷告時,主就會關閉我們的靈 而我們需要完全地敞開我們自己的靈 然後主的面前,並拜祂,讚美祂,並感謝祂 所以我所這樣的祷告,但是很常我們的觀念 好像對了空氣講話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要相信,我們已經認識我們有這樣一位族 所以我們能夠敞開我們的全人,敞開我們的靈 來接觸祂,來讚美祂,並感謝祂 而當我們這樣,藉著敞開並調整的靈來祷告時 我們就能夠得所主做我們的重力 我們能夠在祂的面前提示為人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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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到底我們的生活是前者文化頂氣延展無限的基督 還是後者延展無限的基督頂替了我們的文化 那前者文化頂氣頂替了基督 就是事實上這些還沒有接受所做他們生命的人 文化就是他們的一切 那如果奪去了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人生就像是沒有了目標 沒有了意義 他們也就無法生活 那我們得救了我們這位延展無限的基督 就來頂替我們裡面的文化 這位基督乃是我們生活的意義和目標 那我們也不要去一直想說怎麼去對付我們的文化 而是應該簡單的活基督 就像文化怎樣頂替了神 基督也可以照樣來頂替我們裡面的文化 所以我們要禱告說不接受別的 而是接受主來做我們的目標和目的 但常常我們的生活實在很需要被主受提醒 可是可能我們常常愛主 但是我們有沒有真實的來活他 我們沒有把握說我們不做某件事情是因為我們活基督 所以在他裡面想到說我們不需要有一條不看電影的規定 我們在照會中只該有活基督的經歷 這樣我們不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不是因為我們認為那件事是錯的 乃是因為我們活基督 所以今天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愛他更是活他 這時候需要我們在平時的生活裡面 照著基督來形式為人 當然也需要我們一直的扎根於主的話 一直的跟神有親密的交通 來接受基督 接受基督不需要就是說一次就說要很多 乃是一點一滴的就做到我們的裡面 接受的太多反而對 會超過我們的度量或者是太過豐富 但是我們也需要一點一滴的慢慢來接受這位基督 每接受一點就可以長到那一份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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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表演 神明 詞 今天想要跟第二个人们分享基督要禀替文化 那请愿我先提到几处的经节 仿佛在二章八节说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而失控调欺骗 造个人的传统 造者世上的盟学 古造者基督帮你们录去 哲学是文化中的基本因素 不仅如此重要的传统文化就不能存在 那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说 所以不居在饮食上或在节级月术或安息日方面 都不可让人论断理本 这些源是要来自四个人的实体圈属于基督 保罗在十六节提起 那四个项目做的例子 就是饮食、节级、月术、安息日 那这些项目其实就是代表我们人性生活中的一切事物 那在二十到二十一节保罗继续说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同学 为什么人生在世界中活着 无从那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的那个微调 这里说我们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同学 就是脱离了我们天然之人性生活的因素 那保罗在三章十节说到新人 然后在十一节论到新人说 在此并没有新义女人、犹太人、受高理的、微受高理的、画外人、西谷敌人 我用到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这里有基督与文化之间的特别 法罗用画外人和西谷敌人作 讲到这两个词 是指引这一节识论到不同文化的区别 基督与这一切区别相对 从前文化顶替了基督 更在这几处经节我们可以看出 基督已经顶替了一切的文化 没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今天他必须进到我们的生活中 以他自己来领替一切 正是必须进到我们的人性生活里 领替哲学、安同和世上的梦学 他必须领替饮食、节旗、月座和安息日 他必须领替规调和一切文化的区别 其实我们活着就是文化 一个人的成长背景、生活习惯 甚至连说话的方式、语气配布都会不一样 那是问这样子我们要怎样就是跟别人相处呢? 可能你会说我跟别人相处的很好 好像没有什么文化的差异 我们很合得来 但是是问这一个能够一直保持到永远吗? 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弟兄姊妹之家 总会有一些让你不喜欢 或是别人不喜欢的习惯 甚至会有国差、讨价 就要让你们不能跟他们相处 这个就是文化 不管我们多努力想要改变 不是改变别人就是改变自己 还是无妨改变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 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在我们中间 顶替我们的文化 如果今天我们要在身体里有建造 最后必须让基督来顶替我们的文化 所以我们兄姊妹们 现在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让基督来顶替我们的文化 我们需要让基督 我们需要来享受基督 享受才能分析 没有什么事是基督处理不了的 我们不仅要自己来享受 我们甚至要把临手姊妹们 都带到享受离 我们制度充满我们的一位 让我们在这里失去文化 失去区别 还有在这里想要跟丢姐妹们分享 一个小小的经历 其实有一次一位同伴骑双人的小叉车 平常起脚拉车停下来的时候 都是习惯用右脚来支撑的 我就看见我后面的姐妹非常的害怕 她就跟我说 她平常停下来的时候 习惯用左脚来支撑 所以当我用右脚来支撑的时候 她就觉得自己找不到平衡点 那当然就是让我换下左脚来支撑 就会变成换我找不到平衡点 那你说这个是文化的差异吗 那其实就是文化 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个文化里 不是要要求我们的文化在一样 就是在一个水平上 我们还是需要基督来抵替我们的文化 今天我们需要有建造 我们就必须让基督来抵替我们的文化 一统被建造在基督的身体里 是 阿们 好朋友们我们再把刚刚的诗歌 第五节跟第六节唱一遍好不好 看得出来这两周期中考结束 大家都超累的 来回头站起来吧 第五节跟第六节 唱一唱一首 歌唱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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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ק Lamb 我们共地藏身边 平时我们胜利 将来同学荣耀里 尽向你的同胜 在一身体信任里 你是一切一切 保罗万有的基督 明和丰富长远 各位请坐 我们预备一下圣经 我们带丁佣姊妹读几处经节 首先第一处呢 这个我们先翻到哥罗西书的一章 因为已过的《生命读经》 丁佣姊妹如果每天都有进入的话 好像都是围绕着同一个负担 在那里一直的堆加加深 盼望呢 从经文这个部分 今天也来给丁佣姊妹的加强 首先呢 第一个 一章十五节是我们很熟的 这次的《生命读经》也有说到 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身体 代表呢 他是受造之物的一切 那接下来十六节开始呢 一直到这个第十八节好了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哦 十六开始哦 因为万有不论是在出天之上的 在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味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都是在他里面造的 万有都是借着他 并为着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间 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为心 他也是造会身体的头 他是原始 是从死人中复活的守身者 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守卫 所以基督呢 他是受造之物的守身者 他也是新造的守身者 就是啊 他从死人中复活的守身者 这里说到的万有 今天我们在讲到哥罗西书的时候 我们说到啊 在基督他是一切正面事物的时机 我们也说到呢 许多的事物可能会顶替基督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哥罗西书来看 这里说万有原本被造的时候 他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 并为着他造的 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为心 但是很稀奇啊 这里原本万有他是积极的 可是为什么到了第二十节 这里却说 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与自己和好了 如果什么问题都没有 就没有和好的问题 所以呢 从万有的被造到万有与他和好 中间就有发生了一段事 那一段事就是撒旦的背叛 因着撒旦的背叛 万有 这个朱天 这个地 都跟神的关系都乱了 整个万有被带到一种没有秩序的光景中 但是感谢主 主来呢 就是要恢复万有与他的和好 当然这也包含我们 那所以我想交通的第一个点 就是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万有跟我们的关系是否正确 全看我们对于万有 我们在与万有发生关系时 有没有经过基督 好 我多解释一点好 例如说 这个刚刚我们其实在生命读经里面举了很多例子 例如我们说钱财会霸占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到底钱财对我们来讲是好还是不好 也的确有弟兄姊妹 他们主粮给他们有丰富 有富裕 他们为着造会 为着神功做的往前 他们所得着的 并没有成为他们的霸占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基督借着他十字架上的血 已经与万有和好了 所以我们如果借着基督 我们就能够与万有有一个正确的关联 但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基督 要与万有发生关系 那万有就会成为我们的霸占 就会成为基督的领地 再说 例如学问 如果我们的追求学问没有经过基督 这个学问就会成为我们的霸占 如果我们的取财 我们的职业 没有经过基督 职业就会成为我们的霸占 问题不在于那个职业本身 问题也不在钱财本身 而是当我们在用这些事的时候 有没有先与基督和好 我们若是与基督和好 弟兄姊妹 我们的读书会为着神的经纶 我们的职业会为着神的经纶 我们所得出的财富会为着神的经纶 所以第一件事 弟兄姊妹 万有已经与基督和好 那你期待万有对你而言 是正面是积极的还是把我们往下拉 拉到消极的方面去 全看我们在这件事上有没有经过基督 我们在这里求学 我们既然是学生 当然我们要追求学问 不然你来这边做什么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经过基督 连刚刚宜君说的这个听古典音乐 听古典音乐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呢 有没有经过基督呢 我们生活的每一面小事 我们都需要经过基督 吃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它维持我们的生存 但如果没有基督 没有经过基督 吃可能会成为我们的霸灾 穿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没有经过基督 穿着可能也会成为我们的霸灾 弟兄姊妹全看我们有没有经过基督 我们需要成为那一般先与基督和好的人 当你与基督和好 你与基督的关系对了 就会发现万有在你的身上也是对的 你会正确的来经历这些事 正确的来使用这些事 过一个正常的人性生活 所以呢 当我们说到一个人属灵 一个人爱主 他并不是说 就好像在这个地上就 就怎么讲 那怎么说呢 好像活在天上不食人间烟火 就是要经历基督 那是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圣子 开跑车 你是不是没有经历基督 祝不好 你是不是没有经历基督 我们就有可能会 一直看外面这些事 那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先与基督和 经历祂是我们的一切 那在第二段经文呢 刚刚弟兄姊妹有分享到 第二章 第六节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二章的六节一直到六七节 六节跟七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 就是主耶稣 在他里面已经生根 并正被建造 且照着你们所受的教导 在信心上得以坚补 揚溢着感谢 需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 阿们 今天呢我们 要与基督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我们就需要在他的里面生根 并且在他的里面行事为人 那说到这个生根 他就连于哥罗西书 保爱前面说 基督是神所分给我们 众圣徒的分 我相信你有读生命读音 就知道那个分 是指着业分 就是指着每地里面 我们所该得着的一分 基督是保罗外有的美地 我们需要在他的里面生根 说出呢我们就在神的眼中 就像是一株植物一样 它有丰富的养分 我们需要从它里面 不断地吸取它 这个吸取 与我们的行事为人有关 而这个吸取呢 也与我们这个人 是不是维持在神面前的 新鲜有关 所有的植物啊 它的根 能够吸收多少的养分 并不在于它那个老根 很粗的那个 而在于它的根虚 就是根虚越多 它能够接触这个土壤里面的水分 养分的面积就越多 所以有越多的根虚 它就吸收越多的养分 那个根虚就是细嫩 心长的根 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说 主啊 拯救我脱离我的老旧 我要天天在你面前新鲜 如果是这样的新鲜 我们就会有细嫩心长的根 在我们行事为人的过程中 就不断地来吸取基督 弟兄姊妹 你今天还经历主是新鲜的吗 每一天你呼求他都新鲜吗 所以过我有一段时间在服侍青少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在台中 台中因为有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之家 非常的严格 真的很严格 每周我去帮他们打内务的成绩 我要打一个多小时 然后的那一张成绩單 密密麻麻的 这么大A4塞得满满的 好多种不同的季分 然后的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台中怎么样 以前台中的弟兄姊妹之家整洁评比 是大专 青少年 青植弟兄姊妹之家 全部一起打的分数 全台中全部一起打 然后还包含全间的佳洋 進去看一下 跟你讲青少年弟兄姊妹之家 常常都拿全台中第一名 好 那问题在这里 这个当我们很喜乐地服侍完这些弟兄姊妹 服侍了三年 哇 在这里又操练 又传福音 又过神人的生活 哇 一个一个跟小炸弹一样 那也有不少人等到他上了大学的之后 他就想说 哎呀 我已经过了三年了 我想休息一下 结果呢 就失去了他里面的那一个新鲜 曾经他对主很有经历 曾经他很能带人得救 能够供应人 但是呢 因着他里面 失去了他那个新鲜 那以往的一切好像到了这个时候 都烟消雨散 换了一个地方 就开始装小干 以前是中干 然后快就开始装小干 兄姊妹 只怕我们有时候换了环境 我们也是一样 是不是呢 在我们可能在过去的造会生活里面 无论你是过得很丰富 或者你在已过的造会生活里面 你很操练 你担了许多的责任 然后你觉得累了 换了一个环境 可能是借着升学 上研究所看到一个地方 或者是在此 换到了另外一个 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 就装一下小羊 因为你里面那个细嫩心长的根 已经渐渐没有了 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他的里面生根 就需要恢复我们 对他的新鲜 每一天我们都借着呼求主 主啊 求你更新我 每一天早晨 恢复我们 对他的那个新鲜 常常呼求主的名 享受他 这样呢 我们就会是一个 生根在他里面的植物 包罗友的基督 他里面的养分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绝对够我们每一个人使用 我们的根需越多 我们就能够吸取越多 好 再来第三 在第也是同样的第二章 刚才这个丢子妹有分享 美诗子妹有说到 二章十六节 所以不拘于在饮食上 或在节期 月朔或安食日方面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始要来之事的影儿 那实体却属于基督 刚刘沛有分享到 今天什么样的基督 能够顶替文化呢 生命读经里面有说到 生命读经里面 丢特别说到 基督顶替文化还不太够 我们需要经历的是延展无限的基督 基督才能顶替文化 延展无限的基督说出 我们若是没有认定 基督是我们生活每一个方面 他是所有正面事物的实际 我们就没有办法顶替文化 我们可能会挑某件事 我来经历基督 但其他的事 我就没有办法经历基督 因为我觉得 基督与这些是无关 但是延展无限的基督 才能够顶替文化 弟兄姊妹 基督是我们生活的每一面 怎么样维持我们对他的新鲜呢 这个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大专的时候 刚好就进入哥罗西书的捷径途径 那一次进入哥罗西书捷径途径的时候 哇 这个哥罗西书真的太丰富了 特别说到基督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 从那之后啊 我的生活至少那段时间 其实现在也不错了 但那个时候最新鲜的时候 就觉得主跟我的关系好近喔 为什么呢 其实以前我在大专的时候我骑车也很快 结果呢 我那个暑假夏季去 记录了哥罗西书捷径途径 我每次一骑车我就要在那里呼求主 主啊感谢你 你是我的道路 当我提红绿灯 我说主啊 你是我的交通号制 你是我里面的绿灯 告诉我什么地方该走 什么地方该停 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在那里跟主享受 然后跟主说主啊 你是我的道路 你就是我的车 没有你我没有办法到这里 没有你我没有办法到那里 每一次骑车的过程 我都在跟主交通 那你觉得这样还会骑得快吗 就自然就放慢了嘛 后来去当兵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个心训喔 心训有时候说无聊也是很无聊 有时候就要坐在那边 或是蹲在那里 不能动 不能说话 你要干什么 没干嘛 就这样 有人就忍不住啊 想要讲几句话 就会被骂 那在那个过程中 我就觉得很享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成功嶺嘛 成功嶺均嶺就很多鸟啊 又有风啊 又有树啊 我在那边跟主交通 有鸟叫的时候说主啊 你是我里面的音乐 有风吹的时候主啊 你是凉爽的微风 然后来我被选当火房 每天都在洗碗跟弄东西 在那洗碗的时候 洗上百个人的碗 我希望要洗好久 蹲在那里 但我在那里洗的时候主啊 感谢你 你是我里面的火水 在这里将我洗尽 每一件事都把我们连于京都 丢姊妹 这样的基督才能够顶替我们的火水 因为他与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都发生关系 所以鼓励丢姊妹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操练呢 你试着看 试着看你在你的生活中 你看见所有正面事物的实际 甚至说物质的东西 你都把它连于基督 主啊 你是我的椅子 主啊 你是我的鞋 如果没有你 我的脚就会受伤 我走在这个路上 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会经过很多的困难 但是感谢主你是我的鞋 所以这个地有分别 我仍然能够在这个世上行走 主啊 你是我的椅子 让我能够安息 你是我的床 你是我真正的睡眠 每一件事都可以连于基督阿 所以我们怎么会没有祷告的题目呢 太多祷告的题目了 我们若是这样的经历它 我们就会有细嫩心长的根 我们就会在它的里面生根 神在我们的里面增长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能够借着京都与万有和好 这些物质的事物 不会成为我们的霸占 反而有许多物质的事物 会成为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彼此共勉 祝我们的生活中更多的享受它 阿们 现在 我们在学校 我们在学校 上一周的课题目 Christ is a million of life 名义 If you are a First of all I must say God needs for us and our needs for Christ This is mentioned again and again in this article God cannot do anything without us Amen Similarly we cannot do anything without Christ Unfortunately, people in the world today only trust themselves and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But we Christ Christians are different We are for God If we want to be used by God then we need to eat, drink, and breathe in Christ Just as nature as how a person breathes Therefore, God has no intention for us to express Him by ourself or to do anything for Him The right way is for us to do something for God not by ourselves, but by taking Christ as our light Philippians 4, 30, state and I am able to do all things in His womb and empower me Amen For the Lord, today he Christ created us When human life is good for receiving another life That is capable of expressing God and representing God And we just need to eat, drink, and enjoy Christ Amen We need to keep ourselves opened up and say Oh, Lord Jesus Amen The Lord is the living spirit Amen Always with us Amen He is effective, communion, and immediate Amen Amen Wherever we are Wherever we are Whatever our situation is Whatever our situation is Or who are Who are And whoever we are Vaccine Just be open to him And say Oh, Lord Jesus Amen Just enjoy him Amen If you're alive And you're content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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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brothers and sisters Amen I want to share the topic today Christmas life The divine of life of God is the highest life Amen This highest life is being of God The pure nature of God It has no need and no end Amen 1 John 5,11-12 says,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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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eve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I'd like to share topic 10, Christ's salvation. In eternity, God had a good pleasure in his heart's desire to be one with man, even to make man the same as he, to make a species. He created man in his image after his likeness for man to become a vessel to contain him. Yet man was seduced by Satan and became fallen by committing sin. Thus man violated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The first aspect of God's complete salvation is the judicial aspect. All these items are a matter of procedure, qualification, and position. The judicial aspect qualifies and positions us sinners to enter into the grace of God and enjoy the salvation which God has accomplished for us according to his life organically in the aspect of purpose. Amen. I'd like to share a verse with you all. John 3,16.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everyone who believes into him would not perish, but would have eternal life. Amen. The second aspect of God's complete salvation is the aspect of purpose which God has carried out by his life organically. Redemption is accomplished judicially, whereas salvation is carried out organically. Amen. We know that we are sinful and when we repent, confess our sins before God, believe in the Lord to receive forgiveness of sins, and our sins are washed away. Hence, some people may say, these are sufficient for us to go to heaven. God will never condemn us again. He has forgiven us forever so we can live in peace. Amen. But the Bible says that this is not sufficient. The Bible covers eight items. Regeneration, shepherding, dis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renewing, transformation, building up, confirmation, and glorification. Amen. Praise the Lord. Hopefully we all have such eternal vision. Amen. Amen. Hello, brothers and sisters. Amen. I'm Brother Lu. Amen. And today I'm going to share topic three. Amen. A church life as a real communal life. Amen. We all deserve to have some kind of communal life. This desire comes out of our natural makeup. Amen. God didn't make a single person rather than what He made was a one man with many men. Amen. What He did was a cooperative thing. Amen. So the desire to have a communal... Oh, Lord Jesus. Amen. Amen. Have a communal life was something created in a human nature by God. Amen. Amen. When we were saved, God became our life. Amen. Because of... And because we have this common life. Amen. We get together and live a communal life. Amen. God gave us a life that desires to be in a community. Amen. And because our human life was lived by Satan. Amen. We didn't have a proper life for a communal living. Amen. John 13, 34 says, A new comment... Commentment I give to you. Amen. What to love and what to love one another, even as I have loved you. Amen. What to also love one another. Amen. Praise the Lord. Amen. And we have Christ. Amen. With this life. Amen. We can love one another. Amen. We just need to live in our spirit every moment. Amen. In this way, God can curse us to be one in a communal lif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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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ürlich 我們這一週就請ują我指的是的常viet我們都沒有目標的專題這樣 那有在全主兵,大家可以帶那個小卡... WIN小卡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是真正後面有人買大家可以先去買 然後... 對,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實驗的常連 因為其實用聽的跟自己真正講是不太一樣的 大家有機會可以 就是我們家時間上用 就是有二十分鐘嗎 我們有專題 那我們前十分鐘 我們就先找找頭 辦兩行三三 盡量大家都有機會講過一次 對 那後面十分鐘 我們就實際的去打電話 或回訪 或邀約 只要聚會 然後後面就留一點點時間 就是可以有問答這樣 那前面的十分鐘 大家就是可以量量 那就是可以顧 就是可能前五分鐘 可以一個人講 然後五分鐘就換對方講 就兩個人都要有機會可以練習到 就是不能有人一直是當朋友的角色 有人一直是講的角色 都要練習到 然後後十分鐘 我們真的就要有對象 我們真的能夠 不管是回訪 你是先邀約他 跟他說 我之後可以陪你讀這個材料 或者是你當下直接打給他 要跟他一起讀也可以 但是就是我們都要有對象 是可以去接觸牧羊的 那我想說不然就是 十分鐘讓大家練習 然後十分鐘讓大家回訪 那如果 就做譜分別時間問答 就是你們過程這種任何問題 就是可以找陳列復者的直接問這樣 我們就直接讓你們超練到十分鐘 請問大家有帶十一瓶蛋白嗎 有 有 哪邊有帶女生 混早的話有找到嗎 沒有 沒有 本來就是要有人餵癢 好 大家都要有人餵癢 好 大家先去取得材料 然後附幕後面 就可以開始了 我是中期的林子欣姊妹 我想分享有班在少爺陳冰的見證 我其實是一個還蠻忍弱的人 尤其在陳冰的時候 然後我不是一直裡面都是火熱 然後被祖的愛困惑 衝擊我要出去傳福音的那種人 我就是感謝祖阿們 但是很寶貝的是呢 我是看到榜樣 就是當我選去我們集合的地點的時候 其實我太知道我今天傳福音會不會遇到平安基地 但是很奇妙 我知道我一定會有弟兄姊妹 坐在我們集合的地方 就是一定會有人在那裡為祖贊助 為祖傳福音 然後我知道他們需要同伴 然後我就前去了 就簡單的噴水 然後在陳冰的過程中呢 我也會看姊妹們呢 或者是福祉者有些的交通 所以可能會使我一攤的池水 變成流動的水 甚至就在我們中間有流通 然後曾經福祉者告訴我說 平常生活不一定會想到要神像祖或者是否認及 但是遇到傳福音都因著天然人的不願意 所以就會一定會來到祖面前或是否認及 所以就想分享一個經歷 就是我們校園傳福音的執行是有兩天 你可以就是看你哪天的時間釋放就可以推達傳福音 但是偏偏我剛好兩天都有空 但是呢我的就是天然人的個性就是我去了一天 我就想說我已經去一天 那第二天我應該就可以不用去了 就很奇妙 那在有一周的時候呢 那就是我那一周已經去的第一天 第二天我就真的很想去 然後就覺得主啊我不想去欸 然後就很奇妙 那天又遇到一些弟兄姊妹們 然後媽媽就跟我所遇到的弟兄姊妹們 他們都會去 就剛好我遇到的他們都會去 然後我就在說 好吧現在他們都去了 那我也去好了 我就在騎車的路上 騎完集合地 我就跟我說主啊 既然我都來了 那你媽媽我 長冰是遇到不一樣的 好欸 就很奇妙喔 然後我就在去前 就在長冰的第一個 就是就遇到一個我比較好認識的人 然後很奇妙 他竟然就非常的敞開 經過姊妹們的參加 他就敞開願意來小派 就很寶貝在經歷在長冰的時候 會多了又多的聯誼住 因為我不是一個剛強的人 在前往長冰的路上 有時候我會掙扎 但是呢我就在掙扎的時候 轉向聯誼住 在被人拒絕的時候呢 也會轉向祖 然後 同伴在參加的時候呢 也會趕到 使對方的心 能夠向祖敞開 然後再和服事者 既妹們一同走的路上 也會有交換 享受神生命的流通 所以短短一小時內 轉向祖的 聯誼住的次數 可能都跟平日 一天聯誼住的次數差不多 我覺得很寶貝 這些神明的時間 是幫助我們 更多的聯誼住 成為一個活而進攻用的肢體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喜樂 我是中序的王立仁姊妹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我在傳婚音上的蒙恩 你們在上大學以來 其實傳婚音一直是我非常不願意去操練的一環 一年級的時候可能還有滿香的熱血去支持我出訪 但是上了二年級之後 在傳婚音那種屢屢的挫敗感 以及我們學校同差之間彼此攻擊的言論 讓我心裡這個就是出訪的火就被焦起了 然後因此每每遇到要團體出訪的時候 我總是會用各樣的理由去開脫 久而久之我對這個傳婚音對我而言 就是只是一種重感 升上三年級以後 我在暑假被主大大的摸著 我在生命上也有奇妙的大改變 然後就在起初福音節期的時候 我對主做了更新的奉獻 但是就在此時我才真正的體會到 什麼叫做心有餘而力不足 一二年級傳福音的時候 我總是會想要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去逃避 但到了三年級 學校繁忙的課業就變成我逃也逃不掉的法老 他分割占據了我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 時間久了 我好像又快要回到一二年級那種發死的感覺 當學校專題的主人問我說 欸需不需要為了你去更改討論的時間的時候 我卻不願意把主放在第一位 我總是覺得這樣會麻煩到我的主人 同時我好像也就順理成章的 不用去面對傳福音的操練 那時候我有嘗試的向主禱告 我渴望傳福音能夠再次對我產生吸引力 但是我知道當憑著我自己的努力 好像最終都還是會落到肉體裡面 一直到學期中的某一次主日 那場主日非常的特別 那個是社區聖徒為我們新受盡的 弟兄姊妹從舉辦的新人滿約會 然後當時我就看著我們家的妹妹 帶著她的小羊在台上分享她們的經歷 我在她們的身上看到了一種非常非常喜樂的光景 我內心就產生了很大的羨慕 我也好想要再次去體驗這種帶來得救的喜樂 我清楚地知道這是主在回應我的禱告 她藉著這樣融美的光景 讓我再次看見傳福音的甜美和喜樂 從那一中開始我就首次主動地去詢問我的活力伴 問她願不願意在周間找一天陪我一起去傳福音 感謝主她用這樣很遊戲的方式去喚起我對傳福音的火熱 雖然在傳福音的時候可能還是會因為很久沒有操練而感到膽怯 人就在傳福音的時候時常會被拒絕 但是只要我那天有出訪 我靈裡就是喜樂的 基本上學校的事物人就十分的繁忙 但是這種會主擺上自己時間的感覺真的是太美妙了 主絕對不會虧待我們的奉獻 相反他還會加倍地將這個福分賞賜給我們 所以弟兄姊妹們 我們出去傳福音不一定每次都會得人 但是如果我們不出去我們就一定不會得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 哪怕一直被拒絕 哪怕你一週可能像我一樣你只能奉獻一天的時間 但是我們都還是要去 要找到我們自己的那一份 主絕對不會虧待我們的奉獻 主絕對不會虧待 弟兄姊妹們好 我要分享我多受福音 找福音的經驗 就是我很怕找福音 很不喜歡就是接觸的人 可是還是需要出去 因為我們 我的朋友一般我覺得他很敢講 就是到時期的時候就說 嘿姊妹我們又要去找福音了 那我們就跟他去 然後去的時候就是我還是很可怕的 可是他就是幫我接觸人 然後我就跟他 分享一些 但這樣就是有時間 然後要他們來我們的社課 然後就是去出版的以前 我們都會祷告 然後找多一些情節 然後那天是讀到 提摩太一章七節 提摩太後一章七節說到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感覺的靈 乃是能力愛並盡民自首的靈 對 就是找多到這個情節真的很被提及 然後有神加能力給我 然後就是我們有一次去找福音的時候 就是都被人拒絕 就是他們都不想跟我們拿蛋這樣 然後就是我的伯利班說 那我們要不要一起來祷告一下 然後我們就祷告 然後他說 就是原神給我們平安的自己 然後我們走一走 就碰到一位選手 然後我們轉下來 然後他都願意聽我們說 然後跟我們一起互久祖 覺得這樣是我們的平安的自己 然後我覺得是很喜樂 因為有很多人不想跟我們拿蛋這樣 可是祖就給我們一個 我覺得這是很喜樂的 因為都沒有達到 可是達到一個 就覺得很喜樂 就是我們畢竟有長生氣 去了 阿們 阿們 我是東區的文早的 德文系的林林軒姊妹 我想要分享周周堅堅定時事出口的蒙恩 感謝你這學期東區的福音節期宣告 我們需要過18週的福音節期 阿們 這聽起來有點可怕 但也在心心裡勝福不良 我的火力班變相約 開始個周周出訪的生活 我的火力班不是加恩 那我們是如何維持的呢 首先是排出固定的時間 我是一個常常忘記事情的姊妹 這學期開始有時間表的操練 並先把這段時間 就打在我的時間表內 就好像課表一樣 就是每週都需要空出時間來 因此並沒有想不想要出訪的問題 因為他就像上課一樣是一定要去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需要鼓勵加中年幼的 並幫助他們建立信心 常常我們不願走出去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會害怕傳福音 像這樣的情形 我就會和嘉宇的妹妹說 我們今天一個人發三張就好 他們就會覺得哇三張好少 若是一開始跟他們說我們今天要出訪半小時 他們就會很有壓力 若是家中對福音比較膽穴的 也可以先從別的少年開始傳 漸漸的傳久了之後 也許他們會開始對自己的少年有負擔 最後是我們出訪前要有禱告 出訪前的禱告呢 使我們有同心可異 有人想比較經歷 有人適合姊妹上個出訪的時候 我遲遲等不到人 我等到福音的零都滅了 她當笑有點小不開心 三大位姊妹來了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禱告 我就很保備她上著福音的迫切 她可能會在學上遇到她的同學 並向她們傳福音 在梅族原本晚餐 她怎麼這麼久 但她的禱告時 我先放下自己對於是非對錯的堅持 長向神 並且顧到她在地上的權益 若是我們週朵朵這樣出訪 並花時間在我們的美地上勞苦 所以福音對我們來說就不是重擔 而是成為我們的生活 恩主的愛再來吸引我 使我看見我出腦丁不是出魚 我勝過了我自己的什麼 那是因為我愛她 對 通過來可以先準備 這邊加強一下就是關於我們 這個週週出去傳揚福音 繼續接觸新的福音名單 然後以及呢 這個我們對人的牧羊 那關於這個我們對人的牧羊 像我們盼望能夠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盼望用什麼去操練 那以這個牧羊小卡為例 我只是舉個例子 就是有幾種情形 會讓我們看見有一些 像牧羊的材料或是牧羊的路 我們在實行上面不一定 那麼的覺得有必要 第一個就是可能在我們的手上 並沒有能夠繼續持續牧羊的名單 這個是可能是最普遍的情形 因為我們的手上沒有名單 所以我們就沒有覺得很急迫的 有這些材料的需要 那丟姊妹如果你的手上 或說你的心裡是有名單 你是有牧羊對象的 作為一個母親喔 只要看到任何的 這個孩子的營養實力 他都不得過去看一下 試吃一下 了解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對我的孩子好 那所以丟姊妹 我們在牧羊的事實上不夠積極 第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名單 那沒有名單也說出一件事就是 我們沒有持續堅定持續的過傳福音的生活 所以呢我們沒有進帳 沒有一些新的人 那幫幫丟姊妹在這個點上 我們能夠有突破 這樣我們的手上一直是有能接觸的人 那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有時候覺得有些材料 他不見得有需要 可是我們需要往前的另外一個點就是 丟姊妹我們的牧羊 能見面就不要只留在童話 見面的牧羊他的果效 常常還是大於這個我們傳訊息跟通話 雖然通話他方便 他比較不受這個時空的限制 隨時打個電話 即便你在台北都可以顧到他 這個是有他的需要 但是我們對一個人的照顧 他要一直的往前 你的照顧要一直的進步 還是需要見面 如果我們沒有見面就會發現 你雖然周周不到他 但是他的情況並不會有什麼 很明顯的進步 那所以呢 這個手上拿得到的這個東西 就很重要 我們平常訊息傳的 他可以是電子的 是虛擬的 但是當你跟他見面的時候 你就需要有一個東西給他 那這個就幫助你在見面時 能夠有一個平靜 所以幫忙丟姊妹 我們在牧羊人也要操練見面 他如果見不了面 我們就用通訊 但他如果見得了面 盡量要見面 這第二種 那再來第三個呢 就還有一種情況 可能我們見面 我們也牧羊 但是呢 我們不願意學習 這個用 我們不願意在我們的牧羊上更進步 就是現在有的 這個可能弟兄們比較 就是比較怎麼樣 就是比較 野 我有我牧羊的方式 我給你打個球 然後呢 可以自己吃個飯 但是不一定有足夠分量 屬靈的共益 所以連我們的牧羊 在屬靈的這一方面 我們也需要進步 所以就幫忙 藉著這個姊妹們他們的分享 我們周周出去傳揚福音 好叫我們的手上 一直有新的名單 那我們的牧羊呢 也需要為他們有考慮 我自己以前大專的時候是操練 我一套牧羊給他買來 我會去尋求哪一個小羊 他是屬靈情形很好的 我就在那一疊上面直接寫他的名字 然後我就會想說我這十張 我要在哪一些的場合 在幾月幾號 例如說期中考的時候 或什麼場合 我可以在什麼時候發掉這一張給他 是有計畫性的來用那一套卡片 而不是很隨機的去用 所以我那一疊一疊 每一疊上面都有名字的 因為我知道這一疊我是要發給誰 而且我的目標就是我要十張 牧羊十字把它用完 當然到最後能不能用完不見得 可是最起碼我們為著一個人去尋求 就可能會在這個人的牧羊 他的屬靈上就能夠更往前